這個時候 將這整個提 至少我們將整個抬高 抬高到符合我們法令的規定 即使這一部分未來發生議題 其實大家都沒有什麼選證這麼出事 那如果說好 我們現在很堅持說一定要在這邊 那未來出事的話 我猜想這種責任是大家可能都無法去承擔的 所以我們這邊 我們還是要去特別強調 如果說既然趁這個時候 你該改建就是要改建 所以該抬高就是要抬高 這個是我們水利單位一貫的立場 包括我們現在很多工庇都是這個樣子做的 以上最後一個報告 如果做一個工程師要談責任的話 我什麼事都不要做 我個人覺得 主辦單位為什麼一直要把這個防洪的問題 變成是我們保存股息的一個障礙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 你基礎也可以去補強啊 我構教也可以去補強啊 所有的補強方案 都可以去動腦 去去想 讓我在多大的洪水的時候 這個橋面板不要被沖壞 我們過去的三峽橋 新北市的三峽橋 不是沖過了好多次嗎 人家現在還是保留下來啊 我們在南投的那個糯米橋 也是被沖壞啦 但是整個橋底的結構物 經過補強以後 他現在沒有什麼擔心的嘛 所以我一直覺得說 做土木工程師 我常常覺得說 土木工程師我們技術那麼好 他為了一個鼓跡 沒有辦法把他想辦法把他留下來 這個是土木工程師失職耶 所以我一直覺得 我們一直動腦筋說 哎呀 我就是要把他抬高抬高 不抬高 你可以補強他 你可以救他 如何救 這就是我們發揮工程師的智慧的時候嘛 所以我要拜託新工作 跟七夕多動一點腦筋 把所有可能補強的方式 有沒有評估過 要不然我們對社會不能交代啊 以上的報告 謝謝 這個一定要精準的回覆 委員的建議跟 相關的質疑 有些像現在委員提的就是說 不抬高 不強 各方面能不能夠會是一個替代性的想法 因為在文次委會他的理想接觸的就是 對文化自然的幫助嘛 那現在就是說 我們要往前走 那就是我們的這些專業的這些 說說明也好 捍衛也好 要夠堅強 要不然剛才像司機說 我已經沒有東西要說明了 那就挖啦 你這樣懂意思嗎 就是說 我們的部隊出席 我們這是一個 我一剛開始主持這個會議 就給大家報告 這是委員制 但是我們這是一個公開的一個場合 我們在發言 還兼顧著讓 所有其他委員參與者的一個幸福力 那委員說的是要讓你們幸福 你們說的是要讓委員幸福 那這樣大家會有一個compromise 所以現在我聽到現在就是說 幾位委員一再的提到的就是說 有沒有其他抬高之外的替代方法 包括現在提的 你的補強會不會影響 如果你們不抓住問題 去答覆 去捍衛 那委員會講的就會是有道理的 好不好 我想這個大家一定要努力了 這是一個過程 這是一個過程 那過程結論以後 我們是大家集體都負責的 這樣聽說的解釋 不是 例如剛才講來說 這將來這個淹水死了人 財務損傷 誰負得起 你的說法都對 但是我們今天是委員會 你也是參與一個 怎麼這樣讓 大家都能夠接受 我們選一個最佳的方案好不好 那個我要強調的是說 現在的問題是竹水的問題 竹水是沒有 以目前評估的方法 不是用補強來處理 而是最極致當然就是拆掉 整個都不要讓它竹水 但是新空處這邊也為了要保存 就是這個歷史建物 所以我們採取減少竹水的方案 把梁抬高 原來的橋墩位置也都沒有變的方案 所以問題是在竹水 而不在結構物的補強 這是我的說明 好 其他人 我這邊再補充一下 我們試想一個 就是說今天假設這一座橋還更低 那意思是說 我不是要它存在那邊 假設它今天真的是洪水來的時候是在裡面 不是在於我這一座橋 因為洪水來的時候 是不是擋得住這個洪水 而是它會影響到 湧水會往上湧 那會影響到整個的河川區 我想我是要做這個 就是說不是在 我這個能不能擋得住 自己能不能擋得住 那其實剛剛有一個 那個 有一個 主辦公司有談過 其實有沒有 我們講不管是剛才考慮到的是說 我將來的極端氣候會不會擺升 其實現在我們很多橋 也都是因為水位不夠 把它擺升的 那我們可以試想 今天我們好不容易保留的這個橋 因為真的是我們意想不到的 比如這個浮沫啊 這些東西 游過來 撞到了 或是剛才所講的 像那個 因為只是因為某個水庫有沒有 因為沒有放水 所以讓它緊急把它弄下來 讓它降低了 假設這種形狀發生的時候 因為這水是紙面的 這是紙面的 那打掉 那我們會覺得 真的很可惜 就是說它受損了或打掉 有沒有 那這個很可惜 就是說 我們當然知道 真的把它原汁原味的保留 真的是我們也是希望 我們也是希望這樣子 那假設說我們只是說 去輕微的 去把它調整高度而已 但是這一團 當然我們任何是盡力 把它弄到了在外觀上 也許我們可以比較 遠遠看 在外觀上是不是 視覺上是不是差很大 這個我們可以做透視來 比我來比較 那這一部分其實是我們強調的 我們不希望說 在我們來講 好不容易我們花了這麼大的力氣 有沒有 大家這麼多意見 把它回歸到這個 希望能夠 它的安全度 我是希望能夠 它的安全度能夠提高 能夠更永遠的來保留 就是這座橋 我想我的 我們的立場大概是這樣子 來 我們可以分到簡報檔的第16頁 第16個圖 簡報檔 有沒有機會 各位要求 我今天有沒有通過 這四張圖 有沒有把它放大 細譜 變成四張 那把這些東西 講清楚 會是上面這一段 因為我們的指定登錄理由 就是P至P13橋墩 跟該橋樑上鋼板大樑 鋼板大樑 大概我想剛剛各位 最關鍵還是在這個事情 我不同意 那當然我想 可能還是有一些解剖方式 我不曉得 就是上面的 這個叫做什麼板面 橋面 橋面的現況到底怎麼樣 經過你這樣子還是什麼 現況到底留得住留不住 會拆掉 會拆掉 所以如果這些 這個下面包括這個鋼板 都留著 那你去上面這地方做文章 可不可能 就是橋面那一部分 因為你橋面有很多設計 你橋面有很多設計 就是剛剛講的那些 不管叫人行道 或是自行車道 還有上面的植子 下面這些都是留著 如果都好好的 我們也不要去斷它了 可不可以 就不斷它了 就是你這一定要抬高嘛 那不抬高 那你看這個橋面 這張抬高的機會也有 也有可能 因為最會擋水的其實是這個部分 就是橋面板那一部分 所以我不曉得 所以現在有沒有機會把這個地方放大 民族的方案 那個構造方式來損壞的方式 包括損壞 就是說P1到P13的那個損 當然P13已經不存在了 所以你這個損壞的方式 所謂一格一格 因為會涉及到修嘛 當然這個報告像沒有到細節 但是今天其實掌問到 其實就是在這個部分的位置 好不好 解釋一下 所謂兩底是 這個是橋面板 兩底是在這個位置 因為這是一整整面的 所謂兩底是這樣 我們現在登錄的 比如叫橋溫上當板大梁 是要保留的 這個綠色的 包括這個柱衛,現在把柱衛的勢段抬高 那看到我想的一個大算是在這一段這樣 柱衛的危險的勢力 柱衛既然都很猜,大概都不留了 所以他就做文章的機會才比較大 不是,不是,是這個,這個叫兩,這個叫兩底 橋墩只是兩公尺寬而已 所以我要把這面整個都抬起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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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樣子可以是用的比例有沒有 都出來看看這個比例大概差多少這樣 好,其他委員還有沒有要持交的地方?有沒有 這樣好不好,就是說 今天談的我覺得說,這個文資委員會 這個,他主張的這些文資保存的這些原貌 他是一個精神,也是一個理想的內調 那麼大家很期待的就是說 我們有沒有其他替代的方法 能夠代替這個提高 而達到不造成煮水的這個 方法 對不對,我跟你講這是最大的 所以剛才講的就是說 如果我們在現代的科技技術上面 如果能夠找到,而沒去找,沒去提出來 因為我們的目的就是煮水喔 不是沖滑的問題 那在這種情形裡面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尤其我們這個主辦的機關 跟我們世西的顧問公司反對 應該要有這個捍衛的能力 就是說 如果人家找到 那我們沒有提出來 那就沒有辦法達到理論跟實務的一個堅固 但是如果都找不到的話 那你們也要很大聲的捍衛說 你現在我們的研究 我們的這些,確實找不到 各位,這個部分一定要能夠 因為這是一個 我看大家指教到最後 這是一個關鍵嘛 你們捍衛的是煮水 那文資委員建議的是 他在不足水的狀態下面 那麼可不可以用其他替代 那像我剛才聽到的 像你剛才解釋就很好啊 如果我們是要用 翡翠水庫的停止放水 那這個不是一個辦法 我覺得這個風險太大在長期作業 我覺得這個你們都要去講清楚 那以前那個大雨治水 你現代的科技 有沒有另外一套這個排水的水道 降低它這個煮水的這個風險 我是亂講的啦 那要的就是這樣子嘛對不對 那可是這些你們都不去解釋 那這個 這個怎麼去 我覺得這次會比較麻煩 我剛剛講的第一段跟第二段 其實還是類似的好不好 但是你們一定要 要體會就是說文資委員會 他的建議跟期待在哪裡 要不然你講你的他講他的都沒有交集 那就沒辦法說服嘛 就是你要嘛你被文資委員說服了 要嘛你就說服文資委員 要不然剛才這個副局長講的 這個主席你可以怎麼樣 那主席 好不好 您還要不要再說服一下 簡單講就是說提防高度在這裡 那我現在的糧 我們現在講的就是說 這個糧它是泡在水裡的 那我要讓它不泡在水 我就把它提高 所以副局長說 如果不提高還是放它泡在水裡 然後讓它不會泡到水 那其實就是沒有辦法 這跟副局長的報告就是這樣 就是高度就要在 它就是泡在水裡 它一定很高過級 我們一定要高過級 那它永遠是除非其他 我們現在講的就是說 除非其他水會降低 有沒有其他的方向 所以就剛才市長講的 是不是有一條水路 尤其像我們以前 這個原廂紙分統一樣 花出去了有沒有 那當然系統上面就不會在 但是另外一回事 那個是可能不是我們 這個單位有沒有有辦法 因為它是整個治理 我們穿治理的 抱歉 那個台灣市溪這邊補充說明一下 那個計畫洪水位這一點 從民國 這個水位從民國87年到現在 這個經過多次的檢驗 這個水位的部分 是比較沒有疑慮 因為已經經過多次的檢核 那要降低這個水位 除非就是拖寬這個河道的斷面 但是以現在台北市 新北市的這個發展程度 以及這個信念器上下游 十幾座橋的這個監測的這個情況 那要降低這個洪水位 有它實際上執行的困難 那它這個斷面 在中正橋這邊 每秒的流量是10800Cms 大概每秒鐘就是五座游泳池 所以它一旦議題 這個超過台北市總湊水容量的五倍 這個必須要考量它的風險 那我們從納利台風之中 學到一個教訓 就是一個先進的城市 經不起一次水災 這個請大家再多考量 以上 所以我剛才引導大家 其實就是說 你剛才講的水庫放水 這是一個方案 不可行 另外找輸水分紅 不可能 後面世紀同仁再講的 這個方案我也想了 不可能 不可能 那委員再跟你說 你現代的科技 應該可以找到 你就說不可能 我覺得這個是大家彼此 因為碰到問題它就回歸到 專業的問題還是要專業去答覆 專業完了以後 就剩下的就是溝通 我想就是這次引導大家就是說 我們在這個審查過程 也沒有那麼可怕 那但是 這個部隊不強大 你要說它這個戰役很可怕 到底是戰役可怕還是部隊爛 這個是要說清楚 自己要體會 你懂得意思嗎 我們一路到現在 大家都能夠接受這樣的一個過程 你有話就直說 我們現在還有錄影的 這部隊強不強大 這個可以證明 這樣懂的意思嗎 所以我想就是說 大家如果說還是堅持說 你這樣的方案都評估過了 那你應該講個結論說 委員的建議非常好 現在的方案這樣評估 以我們工技術 顧問的技術 或主辦機關不抬高 估計保存不了 那你要做這樣的一個說服 你就會去努力去做這些方面的一個部分 好不好 我想這個是 是跟大家再次的說明 因為 就是說 早上也談到這個問題 維進場也跟文化局在談類似 這個有這麼多 這個艱難困難 好像也沒有 就是我剛剛聽聽聽 它就是大家探討的問題 我們要能夠去詳細的去做說明而已 好不好 就以現在來講 到底工程技術 或其他規劃的方案 可不可以不抬高 而能夠做到這些補期的這些保存 或發財的規劃 這個要做一下好不好 我想 我們當然可以再補充說 剛才提到的那些 比較 更大範圍或是需要更大工程的部分 這樣子的方案 來取代說把 這個橋樑比較提高 當然是可以再補充 剛剛講的規劃 不過 剛剛講的那個 那些方案其實可能 我們可以補充 但是它的 能不能夠達到那樣的方案 其實恐怕都不在新公路 可以決定說 用一個很大的方案 來替代這個橋樑坦升的部分 那如果需要補充 我們當然是可以再來補充 沒有問題 因為我今天是委員 我的結論 抱歉 我的結論 其實 剛才有講過 要解決不動 要解決只有 第一個老天 整體的分析沒有那麼大 氣候邊潛也沒有如我們預期 雨量那麼大 洪水沒有到一萬 超過這麼大的一個量 再來就是要分洪 水利單位就是分洪 然後呢 加大河道 然後呢 做制洪池 幾個方案 還有剛才那個委員有講到 推動總和制水 但是最後一項那是很長遠 分洪道我們就以基隆河而言 基隆河才4000CMS而已 它的分洪從原山子出去花了幾百億 才達到這個效果出來 那以拓寬河道而言 兩邊現在都高度開發 幾乎在這個地上面 都市計畫上面 已經都沒有辦法處理的情況下 在這幾個方面 我們新公處都檢討過以後 覺得就是要抬高是唯一的方案 就技術面而已 事實上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你們沒有思考到 因為我就住在永和 就住在新的西邊上 像颱風來的話 事實上還有一個就是高章地的管理部分 你像這個部分 當然這個不是台北市的 這個部分在新北的部分 這邊大部分都是私有土地 私有土地種植 私有土地停車場 停車場做停車棚 我想這個的主導 遠比這個橋樑來得大 那像這兩次颱風 也就是這個地方問題最多 所以我想除了工程以外 還有一個河灘的管理 當然這不是台北市的問題 可能兩邊新北也要去思考的問題 為什麼河灘地裡面 那麼多私有土地 我們根本拿它沒辦法 它在裡面違規使用 做這個停車棚的燃料 我想這個如果說好好去管理的話 事實上這邊的河川寬度 跟這邊的寬度差不多 因為村永和這個正好也是個大灣道 大灣道它第一個組的話 就組在永和福爾橋底下 這個地方市長 我是建議 能不能兩邊思考一下 好好把這個高灘地做一個管理 那這樣的話可以減少很多這個 一個危機 高灘地管理我們會跟對岸來寫上留言 但是它針對洪水位的影響 主要還是原來高灘地的這個地表的這個斷面的問題 那現在斷面都是按照現在既有的斷面來做分析 其實像我們剛才柯長講的很好 兩岸的市民 其實兩岸的政府都在進何經營高灘地 讓它對市民的服務很好 其實都做了很多的這個高灘地的營造 事實上有些高層都還已經都偏離了原來的計畫高層 那意思是什麼 就是剛才柯長講 印尼武裡面搞不好都還要應付這些偏離的數值 拿來當雨域使用 不然我們現在就要讓兩岸全部的高層全部刮掉 至少到回到原來的樣子 而回到原來的樣子不是就能洪水會降低喔 而是回到原來的計算值 就是現在的使用 我是覺得有一個迷失 你們在整治高灘地 然後這個雨土廢土不能夠漁出 現在都漁出 現在你的高灘地好多好多土 需要漁出 可是現在這個目前 以台北市而言是全面漁出 要移除嘛 然後高灘地上 你不准有私人再去做停車棚這些東西 好好去管理嘛 是 好 其他 有沒有一個可能 抬高不要去抬高這個糧 從這個基礎一起抬高可以不可以 當然我是在要花錢啊 但是你要保護股基啊 這要做一下 這個 那這個結構問題啦 因為這個要抬深一定要切斷 因為那個是成像基礎有沒有 成像基礎有沒有 成像基礎我們看到的這部分叫做成像基礎 這個叫做這一部分 應該叫做這一部分 這兩個 我拿這個實際上基礎 現在是換到 目前探測出來的大概10億公尺左右 那你這個東西不可能去 只能從柱子砍掉 柱子砍掉它有一個造型 那變成說你拉高這個造型有沒有 變成這個造型有沒有 變成這個造型有沒有 是實際上 想要的啦 那除非你是從這邊 但是一般來講 這個地方一定會在外交 為什麼你砍掉以後 就是本來是有鋼筋互相拉過去 你砍掉以後變成說 我一定要做一個轉換機制 我叫做矛定國家一樣 把他轉 我力量把他轉過去 那這個在外觀上 可能會蠻大的去動啊 就立學來講 就結構的設計來講 我的想法是說 你可以在這個橋墩的周圍做圍業嘛 這個每一個橋墩呢 都做圍業圍起來以後 在裡面再去 從基礎去看不到的 未來以後這個基礎補強 就是說抬升的那一段 都還是在河床底下 當然這個費用是很高啦 不過給各位參考 日本這種老房子抬升的案例非常的多 老房子油局 在東京都的油局 八層樓地上 抬升了一層樓 就把基礎再把它擴大 因為它停車不夠嘛 為了停車的問題 把整個建築物抬升 多做了一個地下層 然後做格證 這種案例其實可以啦 我們台北市現在很多老房子的 聯繫幣也沒有拆嘛 它還是要在舊的基礎上面去蓋高樓 你要不要把大樓就是啊 那舊的基礎沒有拆 也不可能拆 因為花的費用太多了 乾脆就舊的基礎旁邊 新做聯繫幣 那把這個上樓 原來這老房子三四層樓的 變成一個二三四層樓的大樓 我意思就是說 土木工程技術喔 現在科技那麼發達 動腦筋都可以 那發展當然大 盡可能能夠經濟的範圍裡面 因為不要把古蹟跟這個開發 變成一個衝突 開發的過程裡面就是要 想辦法把國內的 已經沒有的土木工程的古蹟利件啊 盡量的能夠保留下來 從台北橋被拆掉 從我們的這個圓山橋被拆掉 到現在台北的橋 只剩下一個川山橋 還不值得我們花多一點錢 來把它保護下來嗎 這是我個人的一個想法 貴工程技術 我想我這邊還是必須強調 保留 我想這個東西大家都 這是我們的共同目標 就是保留 我想還是澄清一下 那我們是覺得我們的方法 不是覺得說我們的方法是說 希望能夠再顧到各方面 包括剛才講過的 剛才那個委員所談的 是不是可以從底下 那我可以講 這邊水深 這邊水深大概七八米 然後再灌入到它底下去 那你這個東西 是不是可以在那邊 喔在水深裡面有沒有 去做到 那你這樣挖到那個深 然後再去做一個 我們叫做Uncoverland 在土裡面 因為你不可以下河裡面 因為河裡面煮水就很大 這是一個 那一個是多少 假設你這樣做的話 我這樣可以這樣子像的話 一個至少要五千萬以上 一噸至少要五千萬以上 另外一個是高攤地 高攤地也是一樣的 高攤地現在距離這個 你可以看說水面 這個這邊水面 大概還有四到五公尺 那這樣一下去的話 大概要深開挖有沒有 深開挖大概要 假設 你說要到底做一個 讓那個看不到的 那深開挖的話大概要 一二十公尺左右 那這個也是要花很大的代價 我想我做這樣的本身 沒有錯 剛剛假設說 我除了這個水那個 竹水那個因為水面的關係 要做很大之外 是不是結構上 是不是有力學上 可以克服的 我想應該是說可以提出來普通 因為我現在是直接想 就直接馬上因應說 你這個做下去 你一定要傳遞機制 因為被你砍掉 那這個地方一定是在土裡面 不可以在河中 那這個是非常深的位置 然後那個時候你要固定住 然後你把他打掉 打掉以後在底下再往下做 那這個當然是 我們叫脫底工房 就好像那個捷運過去 我當然從橋下的時候 我要把你抱住一樣 那大概是我想我補充到這個 那你要把他頂升上來 就說以前是說頂升在上面 現在是說我把整座腳 有沒有從底下頂升 那是不是說 這一部分 是不是說我們提升了這50公分 是不是就是說 當然啦 我們還是說保留 能夠保留原來是最好 那現在是說在這個取捨之下 這樣的方式 是不是大家可以接受 我想我們提出 這樣的方式是這個原意 就是說那個潛是不得了的 那攻擊散可能會影響很差 因為你不可能在防性急去做 那一做的話可能這個風險 因為水位高 你那個鋼板都要恢復 而且那邊還有消波塊 消波塊的意思是什麼 那個地方為了保護 因為那個就是衝刷 消波塊 消波塊那個霸展如果 那個從86點就 就已經這個丟下去了 丟下去因為河床軟嘛 那其實下去會非常勝 你光是要打掉那個 然後把它做維燕 那是一個我不敢講說不可能的事 但是那是非常難做的事 因為一直撞了嘛 撞了之後 不是你拔不起來 因為為什麼 以我們的經驗是 你撒撞掉之後 撞掉一直下去 大家都一直下去 撞到多少錢 我真的不知道 我想真的 這是在哪裡 在我們大甲西橋 做過犯理方法 就是把剛才委員所講的 就把基礎拉 是我講的 我做的我知道 那個東西不是不可能 是你要花多少代價 或者說這攻擊有多少 或者有多少 對 但是這個要換到你下去了 我覺得其實今天的討論是很有意義 因為主席是希望說互相要說服對方 那我的建議是說 有沒有可能把幾位委員剛剛提到 我就把它分能別類到這樣說明 那最後其實還是給決策者來做決定 那但這個過程我覺得可以給未來 如果還有其他各縣市的橋 類似情況的時候 他的考慮就不是像我們現在的考慮 他會更周延 那我覺得這樣的話 會比較持平、周延 更客觀的把每一個項目都考慮到 而不是指說我現在不可能 我現在沒有錢 我等等 那這樣我覺得是有這樣的一個結論 謝謝 還是要跟委員報告一下 那整體大概要提醒 第一個大概整個時間後面還有案子 當然已經快12個 那再過來他34條的規定 其實就今天那個承辦單位 跟相關的規劃公司送進來的案子去做決策 也就是在這個之下 那審議會如果能夠審議通過才可以動工 那如果不能通過 原則上他會被退回 那退回當然可以再送進來去審 那也可以退回 就可能有一個決議是說 那個橋一定要造原貌 也有可能 他就會這樣子 那當然也可以 主席也可以才是 我剛剛的意思是說 主席也可以才是用投票的方式 其實他在組織規則裡面 他有投票方式 他可以用投票 當然這個都是主席的裁量權 可以用這些模式去做成今天的決策 那如果說明不清楚 當然也可以請他再來說明 那大概是幾種方式 那當然也要提醒就是 如果今天委員的意思是說 好你就先放在那邊保存在這裡的現況 那新橋可不可以蓋 其實也沒有說明 我們 委員還沒有其他的資料 這樣喔就是說 我們應該體會委員會委員剛才的發言 尤其 最後 我們做的這些建議就是說 委員今天所有的 不管是跟替代方案有關的 或者是其他的部分 尤其是替代方案的 我相信就是說 我們的主辦機關 承辦機關 應該都有 主條列下來以後去做相關的分析 尤其是替代方案 不管他要付出多大的代價 困難在哪裡 我想這是關鍵 就是說 你說不行 大家一定會跟你說行 那就是錢跟時間 可能一些還有一些環境的這些 必須克服 不過最後一點 我覺得你剛剛講的也很好 就是說 你有實際在大家 習這些施工的這些施作的經驗 也許在現場就說了一些東西 但是還是照委員剛才講的 他那個人話 那委員的期待 就是說 我們也應該充分的理解 文資會 他是不責這個 代價能夠保護這些建築 土地 當然是這個最好的理想 那實務上怎麼去均衡 這是我們大家都可以去做兼顧 但是就看我們未來的這些 這些被檢視的這些能力 你說我們有兼顧 那未來檢視說 你可以做 你可以做為又不做為 這就麻煩 這我這樣子建議 就是說 這個方向 給在座的委員來做個參考 就是說 我們今天討論 剛剛委員提到 他有特別的一個意義 尤其是未來長遠的發展 委員的期待我們要能夠兼顧 那 在 現在可以做的 一定得做 現在的技術 我們也不妨自己做了分析以後 透過公開的方式 讓大家來檢視 讓大家再來提方法 就是說我們是一個主辦機關 尤其一個顧問公司 如果經不起未來 在這些程序上的一個挑戰 那也很麻煩 就我當做我一定會去做 現在我可能真的分析完以後 沒有其他大家可以期待的方法 但是在兼顧的狀況下面 也許我們現在 就是讓這個 這個 同步進行的一個方式 就是你繼續往前走 那但是 我們還有這些相關的這些細部 未來的這些細部 還要再送文治委員會嗎 主席我剛剛想問的是 如果這個舊橋照現況先保存放在這裡 蓋拆的部分 事務委員同意拆掉 那也先不要討論抬高 或是 不抬高的問題 那新橋的部分可不可以蓋 那這個問題現在就是 你新橋沒辦法動 因為他要經過相關的審查以後 你才能夠去做這些細部的設計 所以如果這個情形不確定 如果說不抬高 是另外一種概念 抬高是另外一種概念 應該是這麼講的 由剛才的工程 我們也分兩個層面 一個是工程 是工事業上 還有我們這個公共上 也就是說工期上 當然新橋會先走 但是問題出在 我們有一個叫水嶺基 水嶺基 水嶺基 必須經過水嶺單位 通過之後 我們幾乎才能進到 這個細部設計的問題 那水嶺基 其實我們送的 第一個要件就是 你要拉高 他第一個要件就是 你要拉高到12.5厘 這個是他的意見 我想做這樣補充 所以我剛才嘗試跟各位委員建議 因為我們有兩個神奇 一個是真的是我們有個法規上 要能動 就好像剛才講的 這個是不是 這段沒通過的話 你這個舊船的部分 你大概也不能動 但是虛巧不影響到 也許是另外一個 什麼方式來配 但是在整個的這個地方的改建 有一個叫水嶺基 因為這兩個是要配 那我想做什麼 所以我剛才嘗試跟各位委員建議 就是說我們推動的方向就是說 不放棄這個 不抬刀的這樣的一個方案 但是要找到這個理想跟實務 都可以做到的一個方法 所以我這樣建議就是說 以這樣的一個大原則 我們讓這個案子 在兼顧委員的期待 那麼同步再繼續這個發展 研議這些最佳可能的技術 我想說以不太高 最大的原則 但是保留這樣的一個 一個回復不太高的選項 讓整個案子繼續往前走 那就是說 你現在按照剛才委員提的就是說 現在委員的這些建議 你都要去做這些可行性的分析 替代方案可行性的分析 那同步你往前走 因為你要去做水利分析 基於是抬刀沒問題 可是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都是公開的 都要接受未來 大家的一些方案的提供建議 如果說一旦我們沒能力 外界有能力 外界有這些建議 我們經過這樣的檢視 這隨時要跟文化局來做這些報告 來做這個定案的修改 但是如果我們將來新案 新橋都已經蓋了 那個時候再提出方案 當然也不可能把新橋 再把它擺回原狀 所以我說用這樣的一個方式 看看委員就是說 我們今天也經過充分的討論 讓這個案子允許向前 但是管制 在整個程序上 管制他不會去放棄 我們的最高的目標還是希望說 未來是不是在這個一定的期限之內 能夠有這個不抬高的機會 可是在實務上 如果都沒有辦法克服 那麼抬高反而是對 現在歷史建築長期的保存來講 會是一個好的方法 那我們也接受這樣的顯示 這樣聽說講 就是說以這樣的一個方向來做推動 看看各位委員 能不能夠接受 如果可以接受的話 那我們是不是就 以這樣的一個原則推動 未來就是說還是隨時都接受 我們文字委員會這樣的一個檢驗 跟這些讀導 但是文化局跟新工處也好 水利處也好 就要隨時保持在這個階段過程 就是說第一個你要能夠方案的分析 第二個你要能夠揭示 公開徵求大家的這樣的一個建議 要隨時跟文化局在保持這樣聯繫 一有任何的機會 就要能夠提報文字文會 好嗎 主席我試圖的去解釋一下 這可能有法律上的問題 那可能第一個層面 其實大家今天最關鍵到最後的癥結 其他的部分 他的文化局都可以被授權 那有一點就是 如果這個橋面是要抬高的話 其實委員沒有完全統一 那如果是在不抬高的情況下 我相信剛剛主席的才是 文化局是可以被認同授權 就是後面細節的部分 可是今天如果 將來還是要抬高 就可能 我們文化局也不敢擔負這個責任 還是要經過文字委員會的統一 我剛才已經講了就是說 我們現在的方向就是 繼續往前走 用抬高的方式 但是過程保留有 不抬高的機會嗎 我爸知道最後的東西是 要抬高的話 他就還是要送文字會 就是一旦他出來 不然他就不能東攻 我剛才講的這個意思是說 萬一他可以不抬高 而沒有去做這個動作 我們文化局也好 我們文字委員會 都能夠有這個監督 都能夠有這個要求能力 那現在就是說 他必須要去做分析 而且經過他的分析方案之外 引發外界的思考 還有公開徵求的能力 可能我必須去釐清 就是今天如果財設是抬高 或不抬高 其實都可以接受的話 我們大概就可以被授權了 對 那就是說今天抬高 或不抬高 委員都沒有太大的意見 那我們就朝兩方面去努力 就是用了一個有抬高 痴托木ざ 這樣對外國文師的重視 怀 能不能補充幾點具體的意見 還有文化資產上特殊的意義 如果是提高會對這個有什麼損失 能夠做一點點分析 這樣交叉比較有一個交集的作用 另外第二點 我的看法就是說 我們文字會現在從去年開始就升級為 是一個四五的一級會議 所以應該是有過去處首長的參加 所以視野應該是要比較更闊 像這個傳單橋、中正橋的保護改建 因為它影響有很多的交通的行為 像這個引導附近周邊的土地使用 本來也應該一起考慮 所以我想花產局如果能夠帶回去 把這個問題帶回去 將來也能夠配合來有適當的 因為你那個行為不同 將來新潮一定會有影響 我們想到那個華國的中軸縣 這個海鮮門到過去的Latbong 是一個新的拱橋 它也是夠合的 那麼那個地方好像有一個新的一個發展 因為我們這條它是重慶南路的山段 重慶南路是清朝的台北市古城的中軸縣 所以它有它特殊的意義 那日治時候呢 因為發展城南 城市的南部 就是發展往那邊走 所以古亭那邊是黃花車團 所以而已它就住在古亭那邊 那關護以後呢 那蔣經國先生時代 他當院長是發展重慶北路 開脫道路 所以那個重慶北路 我們上次才審查過的那個 那個燕環 那個除水池就是這樣 所以它有一個歷史 那台北市這個非常重要的一個中軸縣 我們這個意象我是覺得 因為它剛好是在總督府的前面 那從台北市過去的風水的觀念來說 這個仙電溪 它應該是比較協健的那個李廣 就是李中西啦 李廣 那北方是坎中嘛 就是重慶北路那裡 這兩條呢 這前後來剛好就是水火相近 所以我會計 又說我未計 在《易經六十四卦》裡面 它是屬於六十三卦跟六十四卦 如果你們在那個歷史的廣場記憶當中 如果對這些 也是一個玄學的故事啦 如果能不能有適當的 那邊可以增加一些故事的情緒 我講這個就不是當成那種正式的那個 我是覺得就是強調日子的時候 然後它就中山北路 那個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走線 那親自延續下來的就是這個重慶南路 重慶北路 重慶南路一段就是清朝時候的文武街 非常重要 那這時候就延續一直到城南 關火以後就成本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走線 所以我想這個 有時候你要從一個更廣的觀點 台北市 也許台北市跟台北縣 將來可能會整合一起 我是覺得 將來可能這個地方的這個國際會員 有很大的影響 所以我是覺得 要有這個願景 所以我們是想保存 往保存 不是一個單獨 一個土木工程橋的條件 它有它很多的歷史 我們它工程的美學 還有這個教育的意義 科技上的意義 我們是不是把它點出來 不然利劍 利劍 等一下這個利劍要保存的元素 你把這個元素強化以後 你這個要不要抬高 或者不抬高 那問題就比較容易看得亂 就先identify 這個利劍不是只是這個橋 它的主要的元素 我們要保存它 它很重要的意義在什麼地方 這個優先存期這樣子加